除了政府要谋划好农业发展的大局以外 农民也要与时俱进 打好手中的牌 我们的记者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冬月村采访的时候就发现 观念和科技是他们手中的底牌 曾经的贫困户依托这两张底牌变成了致富能人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正午时分 河南省光山县冬月村村民曹尚奎 又来到自家的金银花种植地 这已经是他今天第二次来地理了 早上看到一些枯萎的羊苗 心里直打鼓 毕竟今年是他第一次种植金银花 二十亩地投入了四五万元 七八月份的暴雨已经摧毁了一部分羊苗 如今不敢有任何闪失 否则亏损难料 你过来看一下 金银花都好死了 我也不在哈 你过来 你抬个时间过来看看嘛 你当时给谁打电话呀 我刚才给我撑的那个杨长泰打电话 他是我们撑的技术能人 十多分钟后 曹尚奎口中的技术能人杨长泰赶了过来 他查看了一下金银花的羊苗 叶片 给出了解决方案 杨长泰所说的书是当地农迹人员专门针对农民种植金银花所出的知识手册 他也是从这里学会种植技巧的 他告诉我们 像曹尚奎这样遇到困难打来的求助电话 一天少则一两个 多则五六个 由于懂技术会管理 他被村里人称为能人 不过 这个能人在2014年还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 之所以沦为贫困户是因为当时的杨长泰想发展 苗木种植 因为不懂技术导致创业失败 外债一堆 因此被村里化为帮扶对象 后来 村里给他申请了小额贷款 又请来专业技术人员指导 加上自己狠钻种植技术 终于在第二年实现了贫困户摘帽 如今 村里50多户 100多名贫困人口 在他的带动下纷纷致富 如今的杨长泰不仅是技术能手 还是电商达人 中秋节前 他通过直播带货就销出60多万农产品 一年的电商收入至少有360多万 在他的农场门口 我们看到一幅对联 上下同心走出好路子 智智双浮 过上好日子